今天露夜到明天清晨 气温还是比较偏低的 这张大概就是在明天清晨左右的一个低温分布图 图中蓝色的区域就是预计还是会来到10度以下的一个地方 我们预计其实在台南以北一直到宜兰 以及离岛的金门马祖 都还是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 明天清晨之后其实虽然冷气团减落 那各地的气温也是有所回升的 预估各地其实在白天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0度以上 甚至在礼拜三 但是就已经来到了22到2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 那不过要留意的是在其实在除了明天清晨之外 周三的清晨气温还是会比较偏低一些 整体上来说日夜温差在西半部是会比较大的 那到了周四周五呢 预计会有一波比较弱的东北季风南下 那影响的主要是在比较偏北部的地区 至于大概在白天的高温会下降一些 但是其实在整体上低温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而至于在黄色线的中南部 其实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那到了30号会稍微回温 那在跨年30号这一天呢 又会有另外一股的冷空气南下 我们目前预估 强度大概还是以东北季风的等级为主 在周三白天开始 由于有一些南方云气逐渐的北移 在东半部横春半岛在周三白天 可能在降雨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那到了27号晚上呢 南方云气会比较明显的上来 27跟28号这两天呢 主要就是在全台湾的一个 降雨的一个范围会比较广 那北部东半部以及中南部山区 由港下雨之外 其实中南部平地也可能会有些 零星飘雨的情形 那到了29号呢 预估南方云气就会减弱 但是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可能一方面北部东半部 还是持续有降雨的情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